新新闻,打造柯文哲真形象。 关枪关掉out。 图新新闻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在网络有著超高人气,却不靠刻意塑造形象,透过不同平台放送最真实一面,自然地创造吸睛内容,反而激发惊人回响,每日行程都有如一场真心化大冒险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超高人气如何形塑?这位非典型政治人物因应年底选战,用的不是化妆师,而是四位传真师。 透过不同平台锁定分种,各自为政,分进合机,要打中不同族群的心。 柯英称,柯P个人特质鲜明,无需特别形塑,挑选照片的准则就是最真,柯文有时会加入口头产,以传达出个人温度和风格的真实形象。 柯英称,柯文无需请示或开会讨论。 柯英称,柯英称。 市政公务集变党会,由市府发言人大雄刘易亭操盘、脸书、team kepp,instagram、府外活动,由转入竞选办公室的小编小牛科玉安负责。 其中,Team KP更成为网络主战场 至于Twitter、Instagram、市府活动,由黄静莹处理,发送柯语录让网友笑道并鬼的Line App,则由府外团队应勿帮忙,主要是一位从未曝光的神秘女生Grace操刀 柯P形成紧凑,幕僚往往一早即准备不同场合与议题的资料,它在快速掌握重点消化后,就展开一整天的真心化大冒险 很多经典照片则是出自绰号金牌的随行摄影师 柯文哲充分授权,幕僚各做各的,无需请示或开会讨论,各平台负责人独立作业,依据不同分众特性,各自挑选不同属性照片,搭配发文对外放送 柯市长不需要特别行诉,只是会透过不同管道,深化到不同的群众之中 刘逸廷称,例如宣传市政建设成果的便当会,就可以看到市长说话很快 讲话很直接,照他自己想讲的去讲 虽然不需特别去提醒要注意什么,由于柯P讲话太快,在很多场合,谈到敏感话题时 还是常常会听到发言人的咳嗽声,适时发挥煞车皮功能,幕僚群也会简视音题露出效果,提供社群声量和大家最关注的点给老板 图新新闻 台北市长柯文哲在网路有助超高人气,却不靠刻意塑造形象,透过不同平台放送最真实一面,自然的创造吸睛内容,反而激发惊人回想,每日行程都有如一场真心化大冒险 台北市长柯文哲超高人气如何形塑?这位非典型政治人物因应年底选战,用的不是化妆师,而是四位传真师 透过不同平台锁定分众,各自为政,分进合击,要打众不同族群的心 柯营称,柯批个人特质鲜明,无需特别形塑,挑选照片的准则就是最真,柯文有时会加入口头产,以传达出个人温度和风格的真实形象 柯文无需请示或开会讨论 年底选战逐步升温,柯匹扶选秘密武器四个女人进来成为话题,包括柯妈和瑞英,太太陈佩琪,市府顾问蔡碧如,以及近来爆红的幕僚学子黄静莹,负责柯文 文哲形象的传真师,也同样有四位 市政公务集变党会,由市府发言人大雄刘逸亭操盘,脸书,Tim KP,Instagram,府外活动,由转入竞选办公室的小编小牛柯玉安负责,其中,Tim KP更称为网络主战场 至于Twitter,Instagram,市府活动,由黄静莹处理,发送柯语录让网友笑道病鬼的line app,则由府外团队应勿帮忙,主要是一位从未曝光的神秘女神Grace操刀 柯P形成紧凑,幕僚往往一早即准备不同场合与议题的资料,它在快速掌握重点消化后,就展开一整天的真心化大冒险,很多经典照片则是出自绰号金牌的随形摄影师。 柯文哲充分授权,幕僚各做各的,无需请示或开会讨论,各平台负责人独立作业,依据不同分众特性,各自挑选不同属性照片,搭配发文对外放送。 柯市长不需要特别行诉,只是会透过不同管道,深化到不同的群众之中。 柯一婷称,例如宣传市政建设成果的便当会,就可以看到市长说话很快,讲话很直接,照他自己想讲的去讲。 虽然不需特别去提醒要注意什么,由于柯P讲话太快,在很多场合,谈到敏感话题时,还是常常会听到发言人的咳嗽声,适时发挥刹车皮功能,幕僚群也会简视一提露出效果,提供社群声量和大家最关注的点给老板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